我領土最多的國家是哪個? 日本 喂! 我們欺漲了多少 反正印象最深的是南京大廚沙毛 然後不平等條約 湖面硝煙什麼的 然後圓明園啊 錢林保育 中國不參加 萬萬歲 萬萬年 貓雞外貴 沒有貓雞 沒有今天 找任何貓雞 沒有貓雞 能看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中秋連假要來了 接連而至的是什麼呢? 雙十國慶 對吧 那看到身邊非常多的朋友 都選擇出國旅遊啦 去日韓啊 越南啊 歐美的大有人在 像是我們家自己的員工啊 什麼剪輯師啊 攝影師啊 企劃啊 今年都出國兩三次了 每個人耶 太暖心了吧 不僅台灣人愛出國旅遊 小粉紅也是一邊反日反美 反英 一邊去這些國家留學或是旅遊 而最近有一群粉紅啊 看到了一棟建築物 有個大紅點 就認為 這是在畫日本的國旗 在讚揚日本的國旗 宣揚日本佔領的中國 在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所以給舉報了 結果最後證實 這棟建築物啊 是幼兒園 而不僅有紅點 還有橘點 綠點 藍點 各種的塗鴉 就是要營造一種活潑快樂的環境 結果粉紅說 紅點是日本國旗 那橘點是哪一國啦 真的蠻搞笑的 怎麼樣都可以傷害中華民族的感情 而且啊 我要跟你們說一件 很悲傷的事情 2026年的亞運會 將在日本舉辦 光這一屆粉紅看到日本隊來參賽 就已經發瘋啦 各種的虛聲辱罵對不對 燒國旗 反日 甚至嗆日本隊伍 還對著電視台上的日本 前打腳踢 不知道在幹嘛 我知道你們急了 但先別急嘛 好戲還在後頭呢 杭州亞運會的閉幕是 會把旗幟交給下一屆的主辦方 下一屆主辦方是日本 並且宣揚 日本2026年的亞運會 到時候你們在崩潰 也來得及啊 順便罵一下 授起給日本隊的 中國漢奸團隊 好嗎 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條暖心的影片 欽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是呢 日本 最近不是在拍河廢水嗎 欽佔了多少 日本 從以前到現在 我覺得 大多數都讓他欽佔了已經 河廢水不是遍佈所有嗎 欽佔我 大家遍佈所有 結果中國的漁船 還在沖繩跟日本海域附近撈雨啊 我領土最多的國家是哪 呃 日本 喂 我欽佔了多少 反正印象最深的是 南京大廚沙毛 然後不平等條約 虎門硝煙什麼的 還有圓民園啊 還有好多 說不完 對不對 虎門硝煙是 鴉片戰爭是英國 啊 圓民園是英法聯軍 那你剛剛前面說日本 你是勒 唉 好的 好的 欽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是哪 沙俄 是吧 哎呦 你欽佔了多少 欽佔多少 我具體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是欽佔最多的 聰明人 哦 但他說的其實不完全正確 等一下帶大家來點評一下 欽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是哪 日本 你欽佔了多少 欽佔了 欽佔了 哈哈哈哈 欽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吃哪 英國嘛 欽佔了多少 這個具體的不太清楚 欽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吃哪 英國 欽佔了多少 這個不知道耶 這個沒有要寫過耶 欽佔我國領土最多的國家吃哪 英國 這個 其實我們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大清帝國時代被拿走了租借地 或是割讓的也好 譬如說台灣被割給日本對吧 九龍香港那邊給了英國 澳門那邊給了葡萄牙 還有這個青島那邊給德國 東北那一塊滿洲國是日本扶持的 好 我們就來對比一下 這些被外國所謂的侵佔也好 或是被割走了也好 是不是當時都很發達 是不是都比以前大清 或是所謂的中國人統治 成績也好 經濟也好 法治 遠遠都比那個時候的大清來的好多了吧 沒錯吧 如果你說今天這些國家拿去了 然後大家都過得比大清時代還慘 那就算了 但事實上並沒有耶 對吧 而且認真來說 如果你們說的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我們要搞清楚 它是1949年成立的國家 那我們來看一下1949年之後 中共國的領土有被誰侵略嗎 好像沒有吧 但中共國有沒有去侵略別人 有 它發動所謂的沉越戰爭 主動侵略了越南領土 還發動了抗美元朝的戰爭 侵略了韓國的領土 並且哦 這是歷史上有的紀錄哦 在1951年的2月1號 被聯合國定義為侵略國 所以貴黨貴國啊 是被定在歷史的板上 是侵略國無誤啊 還顛覆自己的祖國中華民國對吧 好OK 如果你們要說 大陸中原這個土地啦 曾經被誰侵略過 不好意思啊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才是最大的侵略者吧 他勾結蘇聯成立的中華思維愛共和國 還發行列寧頭像的貨幣 請問這跟中國人 跟大清跟大明有什麼關係嗎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侵略中華民國的領土 法統繼承是中華思維愛共和國的 沒有問題吧 OK 先讓你們把中共撇除開來 嚴格上來說 侵略大陸領土最多的國家是什麼呢 是蒙古國啊 蒙古國 他作為蒙古帝國成績師漢的正統傳承 他侵略整個大陸領土 並且奴役大宋子民 還分成四等階層讓大宋滅亡 宋獨分子嘛 但可悲的是什麼 你們竟然把蒙古帝國的分支大元王國 給列為之一的祖國 如果你們認為大元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不好意思啊 就是你們先侵略日本的 當時啊 大元可是惡度派兵出征日本 遇到天災失敗告終 只是你們侵略失敗不代表你們沒有侵略 你們還有登岸去跟日本的路上小規模的作戰 這就算侵略啊 所以按照粉紅曾經說過的話來說 日本人沒有辦法幫自己的祖先 原諒過去被大元S的祖先 接下來侵略大陸最多領土的是哪國呢? 欸?俄羅斯帝國 1858年的艾魂條約 割讓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寧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 還有什麼呢? 1860年的北京條約 割讓烏蘇里江以東包括庫葉島在內的40萬平方公里土地 還有其他的機靈土地加一加100多萬平方公里以上的領土啊 台灣才多少? 36000平方公里 你可以丟掉一大堆 但是不能沒有台灣 可笑對吧? 而你們最偉大的詩人啊 李白啊 他的家鄉歲月城現在在吉爾吉斯國 要不要拿回來 你們竟然還邀請吉爾吉斯來參加亞運會 吉爾吉斯算不算自古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呢? 然後我還看到小粉紅在抖音上說 為什麼這是亞運會? 竟然沒有美國 美國怕了 美國慫了 天啊 亞運會為什麼會有美國啦? 亞洲的運動會 為什麼會有美洲會有美國啦? 地球的運動會 怎麼沒有火星人來呢? 為什麼仙女星系的人沒有來呢? 仙女星系的人慫了 怕了 毛術星的人怎麼沒有來參加中國的運動會? 你要不要聽聽看你自己在講什麼? 好,帶大家來看一下這一段影片 媽祖娘娘,愛生娘娘 顯靈保佑 中國共產黨萬萬歲,萬萬年 千秋萬大 全地球可以沒有小日當水晶沒過來 暫時不能沒有海洋 不是說共產黨黨員是無神論,唯物主義嗎? 怎麼祈求神明去保佑不信神的共產黨千秋萬事? 我們來看一下這條影片就可以回答大家的一切了 看你這個樣子你家覺得被搶財 還什麼王國奴? 你家都沒了還國呢? 我只能說祝福你們 世世代代,下輩子還是中國人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最近中國各地單位排擠特斯拉的情況是越來越嚴重 一個車子就讓你們破防了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吧 旁邊的這裡的充電站 我正在今天也要緊去充電 他告訴我 因為我的車子是特斯拉 往旁邊靠一點 你們聽聽 特斯拉你信 黨政機關及事業單位周邊 還有軍事領地周邊的停車場 你看清楚 這是有沒有通知 各地很多 內部他們有他們 開特斯拉的不是出來辦事 停車場 開特斯拉的人就是特殊人權 不是來辦事的 不屬於社會停車場 不屬於社會 這是拿你的車子 我想問一下這是拿你的車子 比亞迪是拿你的車子 這是為了市民的變迷 因為你們有這造病模式 特斯拉難道就不是市民嗎 這個是不是對外開放的充電廠 我想問一下 充電充電 我為什麼不在這邊充電 知道了嗎 其實它是政府的 給市民開放使用的停車場 它在政府周邊 你有沒有文件 沒有 你是不是執法部門 我是執法部門 是執法部門 報警 執法部門 你為什麼他不讓你進 你懂不懂法 懂 為什麼不讓他進 你懂不懂法 你們領導是哪裡 我們領導 你讓我 你有沒有文件給我 對你的利益 你想要文件 你去信訪局 我到信訪局去幹什麼 問他 你說我要文件 為什麼我的特斯拉 不能進去這個其他的 我的特斯拉是有哨兵模式 是不是 我告訴你 比亞迪也有哨兵模式 比亞迪也有哨兵模式 為什麼在我前面的比亞迪可以進去 你知不知道 現在所有的新能源車子 都有哨兵模式 你知不知道 你懂不懂 特斯拉是在中國上海製造的 你知不知道 但它的系統是上船在哪裡 上船在哪裡 我告訴你 上船在哪裡 哪裡 這系統是上船在哪裡 上船在哪裡 我告訴你 上船在哪裡 在上海 告訴你 來 過來一下 我請問一下 比亞迪也有哨兵模式 比亞迪也有哨兵模式 是不是 聽見了嗎 兄弟 這個就是中國人普遍的思維 因為他們都知道 在中國 任何企業是可以被共產黨合法的 調用資料 所以他們會認為美國也是這樣的一個 黨國體制的國家 但美國不是 美國政府 沒有理由跟沒有法條 可以跟企業要資料 在你們的印象裡面 是不是以為 特斯拉跟變形金剛 一樣 一進去黨政機關的周邊單位 特斯拉的車子就會變成變形金剛 能不能先緩一下 能不能先不要那麼的幻想 賣給中國的特斯拉 都是在中國製造的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是你們中國共產黨有問題 你們管理不周 對吧 影片的最後帶大家來看這條 暖清的結尾 像我們教室那邊 明白沒有 明白 明白了嗎 想一般 我們的臉頰要面向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祝大家有個美滿幸福的中秋連假 然後粉紅記得要吃上你們的玉汁菜哦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記得加入會員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頻道主要更常 我們是八九 下次見 掰 拜拜 明白 消費 認真